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琼琳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琳,我是琼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王的电影解说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特别触动我的电影 叫《捕猎游戏》 影片开始于1999年3月 中东地区的一场战争 当地的恐怖分子稍稍强掠 准备于是网坡 男主所在的突击队 已经探测出恐怖分子的指挥部 就设在城中的教堂 他孤身更近 就在恐怖分子抓妇虏回教堂时 男主成功地混了进去 眼看首领出现在现场 男主确认了目标,并一路尾随 等首领交代完事物 下属推出防军时 男主一个防守将其干掉 就这样,惨愧的战争结束了 男主获得了表彰 然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男主的梦中却不断出现战火纷灰的画面 和平民的惨叫 他总会在尸体和死者绝望的眼神中精选 就在男主痛苦挣扎时 男主的老师胡扎树 已经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 他现在的责任就是救助保护野生动物 这天,他又在血缘中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狼 跟踪足迹 他找到了正在挣扎逃跑的白狼 胡扎树帮白狼取下了脚上的陷阱 并帮忙处理伤口 紧接着,胡扎树根据陷阱上的标记 找到了布置陷阱的主人 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而另外一遍 男主终于扛不住折磨 逃出了部队 开始残害百姓 在森林中 他将自己伪装起来 当猎人进入到森林 也许是受到了老师的影响 他痛恨长沙动物取了的猎手 两个猎手虽然带着来扶枪 但面对男主根本不够格 只见男主手握匕首 在森林中神出鬼没 几个来回就将两个人给干掉 案发不久 胡扎树曾经的战友秃头树 带着虚弯现场的照片 找到了他 甭以不问事事的胡扎树 在看到照片后 还是决定前往美国 当几人来到现场时 被委派到当地负责这起案件的FBI女主 正在带队收集证据 可胡扎树却嫌弃人太多 反而会破坏现场 他要求秀人 不要靠近现场 自己资深查看 没多久的功夫 胡扎树竟然发现了凶手的脚印 和凶器痕迹 他告诉女主 凶手只有一个人 而且使用的凶器并非斧头 而是一把戴持匕首 根据胡扎树的推断 凶手还未离开森林 女主难以置信 只戴着匕首 竟然可以轻松杀死 可胡扎树并不想听女主的废话 在女主的要求下 他带上了对讲机 进入到森林内部 并告诉警员们 若两天后 他没有走出森林 就证明他被凶手杀了 胡扎树在森林中匍匐搜索 很快就在一个树洞中 找到了一本圣经 里面夹着一张母女俩的照片 照片背后还写着电话号码 当胡扎树一转身 男主已经站在身后 他一眼就认出了自觉的老师 可胡扎树却没有认出男主 毕竟他交过太多人了 男主寻望胡扎树为何不回信 胡扎树却寻望男主 为何残害无辜 当胡扎树让男主自首时 男主拔出了匕首 和老师斗着了一团 虽然长斗不断 但胡扎树毕竟老了 加上他并不想伤害男主 可男主却遭遭致命 哈布里打掉了男主的匕首 胡扎树却被男主抓住了手臂 眼看胡扎树叫凉凉 好在女主带着了马哥来了 男主正想逃走 却中了麻醉枪束手就擒 回到警局 女主开始瞬问男主 当男主说出军方的秘密时 胡扎树冲进神讯室 打断了问话 并说出了男主的名字和军衔 原来胡扎树不是不记得 而是男主所属的部队 不容暴露身份 正在这时 三位撞说的大一哥也赶到了警局 局长潘大叔接见了三人 并发现男主在路后的资料一片空白 大一哥们表示要带走男主 说者掏出了一封信 递给了局长 而另外一遍 女主对男主和胡扎树的情况十分的好奇 胡扎树本不愿意提起 但为了能够尽快离开 只得说出了自己 曾经受过于军方 秘密训练一些精英 丛林生存的技巧和杀人手法 但自己从未真正杀过人 胡扎树表示 自己的一生本领 全部来自于 担任过陆军上校的父亲 但自己的哥哥在越战中牺牲 父亲就决定 不让任何子女再为国军驱了 男主在训练中 给胡扎哥的印象很深 他可以冷酷到杀死身边的任何人 而另外一遍 戴一哥表示 男主的战后后遗症 已经严重到无法治愈 因为男主参与的战争任务都十分敏感 所以他不能被公众知道 只能带回军队处理 于是上轮将男主带上了军用压缩车离开了 上车后 男主依旧觉得自己没有错 眼镜无法沟通 戴一哥拿出了毒剂 想要解决男主 就在这时 男主突然累住了身旁的戴一哥一号 对面的戴一哥二号立刻拔枪 却误杀了开车的戴一哥三号 车子失去的控制翻倒在路中央 但二号悠悠转显想要举枪 却被突然跃起的男主折断了手臂 男主顺便将毒剂塞漏到二号的鼻孔 然后爬出车子趁软逃走 另外一边 胡扎树已经来到了机场准备回家 却在先文中看到了军车发生事故的报道 得知男主逃跑 胡扎树又返回了警局 一路上他回想起了 自己是如何将这些杀敌和丛林生存技巧 交售给男主的 当男主成为了优秀的杀人机器时 他却没能教授他们如何关闭这项技能 而逃走的男主此刻居然回到了女朋友的家中 女朋友对男主这种动不动就失踪几个月 且无法透露工作单位的行为 仍无可能 但显然女儿十分崇拜这个什么都懂的后爸 看着男主陪着孩子在院子里面玩游戏 女票心软了 却没有想到男主交给女票一大笔钱 必然她带着女儿赶紧搬走 因为很快就会有人来伤害她们 女票十分担心 但第二天一早 才说女儿上校车 女主和胡扎叔就来到了女票的家门口 女票当然不肯透露男主回来过 可胡扎叔也不是吃素的 根据房中的蛛丝马迹 他一路找到了长盛奥罗的男主 直到现在 胡扎叔还是希望能够说服男主 回去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 但男主才已经病入膏肓 在他看来 世界与他不过西场 你死我活的杀戮 眼见女主举枪 男主趁女主封神的瞬间跳船逃走 胡扎叔跟着跳下了楼 但还是往了一步 男主开着车子冲上马路 警测尾随而至 另一遍 女主和胡扎叔敲开了男主留在家里的箱子 里面全是他最珍惜的东西 有信账 还有胡扎叔画的匕首图纸 甚至 还有一封写给胡扎叔的信 男主在向胡扎叔求救 他表示那些所谓的战友 不过是一群 想要杀死自己的机器人 一阵横冲直撞后 男主的车子被发现 停在处工地边上 工头表示 有人发现男主进入到地下坑道 而坑道中 此刻也有30多人在工作 大盘叔查看图纸 准备从四个路口进入包围 追来的胡扎叔 直接追踪进入到坑道 并在通道附近发现了脚印 此时的警员们也进入到坑道 开始搜寻 就在这时 大盘叔发现 有人藏在住址后 于是大声警告并呼叫支援 当大盘靠近住址时 发现地上有一滩血气已经完了 只见男主突然从另外一侧 冲了出来一刀扎水的他 大盘的长叫 让胡扎叔十分自责 想要赶紧找到男主 选身而来的另外一名警员 被按出的男主 一刀飞中了脖子 倒在地上 但女主赶来时 只来得及收拾 胡扎叔发现了 男主的中绩 紧跟其后 男主推开了井盖 从马路上逃走 穿过人群 胡扎叔紧追不舍 就在年事已高的胡扎叔 拼命追凶之际 女主居然还在工地 为死去的同事流泪 城市的吵杂声 影响了胡扎叔的判断 让他在追踪中 总是往了一步 但就是因为 胡扎叔的紧追不舍 男主只能一再逃窜 终于男主爬上了电车 装进了车厢 胡扎叔也不甘输落地 跳上了电车 并从电车顶上 砸开了维修通道 跳了下来 警员也在接到通知后 赶到了大桥 堵住电车 男主趁乱爬上了铁塔 眼看警察疯狂开枪 胡扎叔也跟了上去 他依旧想劝男主自首 眼看胡扎叔也上了铁塔 女主下令不准开枪 但男主早已经不信了胡扎叔 他直接跳入河中 消失不见 女主部署警员 沿着河岸 地毯式搜索 胡扎叔奉劝女主 不要在那 人员无辜受死 男主就是一个冷酷的杀人机器 他手下的这些人 根本不是对手 但女主这边 已经有人上网 他需要亲自抓住男主 眼镜确说忘 胡扎叔只能加入搜索的行列 他站在高处查看河流走势 发现了一处陡峭的断层瀑布 果然男主选择了在这里上 岸边是废弃的大坝 男主明白安全只是暂时的 他从废团烂铁中 挑出了钢条打造匕首 与此同时 胡扎叔也坐在了森林座 魔智石刀 看来他终于下定决心 和男主死战了 准备好武器 胡扎叔一路向瀑布进发 走进茂密的森林 胡扎叔就感觉到不对劲 一方观察后 他在一片树叶盘看见了陷阱 但他小心用手触碰 突然两边飞来带着 钢头的原木 喷得撞到了一起 好在胡扎叔提前发现 否则此刻的他 招金被垂成漏泥了 离开森林游到队亚 胡扎叔终于来到了废弃大坝 尽管小心翼 但胡扎叔还是中了男主的陷阱 被射伤的腿掉在了悬崖上 胡扎叔割断了绳子 被冲到了下游 好不容易游上岸 男主招金等在岸边 这回不给胡扎叔开口的机会 男主上来就是一刀 几然谈不拢 那就直接开仗吧 两个人你来我往都负了伤 男主一甩手 胡扎叔被尽了一连血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 男主已经不见尊影 胡扎叔跟随着学技一路向前 突然一把飞到从隐蔽后射出 胡扎叔引几手快的挡了下来 两个人又打住一团 当胡扎叔下定决心时 男主看来也不是对手 几招下来 男主的腿和胸口都负了伤 只是胡扎叔的石头也被男主给砍断了 就在两个人血战时 女主居然装备尽量从天而降 真不知道收拾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排场 失去武器的胡扎叔开始落入下风 闭手那是插来插去 在男主倒下的那一刻 女主带着狼马恰恰赶到 看着男主在垂死中死去 胡扎叔心疼不已 这本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却被战争迫害成了三轮机器 没有人拯救他包括自己 如果在男主给自己写信时 他能够重视并给予帮助 也许一切的悲剧也不会发生 可惜如今为时已晚 影片的最后 胡扎叔回到了自己冰天雪地的小木屋中 他烧掉了小男主的来信 望着屋外一片叉茫 曾经受伤的白狼 此刻依旧穿梭在雪原中 相信一切的伤痛都会随着时间好起来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